大脚皇后 公元1368年 朱元璋正式称帝 登上帝国权力顶峰的他 没有忘记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 朱元璋在登基称帝的同一天 就册封自己的结发妻子马氏为皇后 这就是被民间称为大脚皇后的马皇后 朱元璋一生自负且生性多疑 却唯独对马皇后非常尊重 他们夫妻二人一起演绎了一段 夫唱妇髓的历史佳话 马皇后更是被明史赞为 母仪天下辞得昭彰 那么马皇后究竟是凭借什么 获得了丈夫的尊重与爱护的呢 不宜出身的马皇后 又是如何展现母仪天下的国母风范的呢 百家讲堂栏目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民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明台族朱元璋第三十二集 大脚皇后 说起这个马皇后来 其实咱们前面也简单的介绍过 因为那时候朱元璋参军了 到了豪州 投奔郭子星的义军 郭子星一看呢 这个小伙子有能耐 我得想法把他留下来 别让这个人才流失了 那怎么把这个人才留下来呢 最好的办法 他有 因为他正好有这么一个没有出嫁的养女 他就把朱元璋召成上门女婿 这一下子走不了了吧 流逝不了了 就把朱元璋留下了 这马皇后自己呢 我也讲到了 他的出身实际上很苦 所以朱元璋啊 后来他说嘛 他和马皇后两个人 都叫不一啊 一个叫不一皇帝 一个叫不一皇后 两个人都是不一 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到什么程度啊 平民百姓到了 马皇后的父亲 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 史书上只说 他叫马公 马公这个人有豪气 他的伙伴 郭子兴 招募了人 起兵了 当了元帅了 他为了支持郭子兴 回自己老家 也准备起兵 投奔 郭子兴 大家一起 干一番事业 结果呢 没想到事没干成 他病倒了 临终之前 把自己的女儿 托付给郭子兴 让郭子兴 照顾 就成了郭子兴的养女 只知道姓马 不知道叫 马某某 名字都没有 哪有说一个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连个名字都没有呢 朱元璋啊 一直就不知道 老丈人叫什么 不仅不知道 他这老丈人叫什么 他媳妇叫什么 马皇后叫什么 传说中有 马秀英 可是这只是传说啊 史学家却考证 考不出来 当然了 女孩子 有个乳名 没有大名 过去常有的事 所以马皇后 跟他老爹 马公 我们今天 都说不清楚 他们叫什么名字 大家知道 马皇后有个外号 叫什么吗 马大脚 那肯定 这马皇后的脚大呀 不是 那个时候 缠足啊 女孩子 她是裹小脚的 要把脚裹小了 那是正常的 你要是没缠足 或者是缠足 缠得不彻底 那不就脚大吗 马皇后 你看 小子说 母亲不在 父亲呢 又是一个 一心想到豪杰 是吧 然后又招募兵马 跟着起事 结果还早死了 把他送到了人家家 做人家家的养女 送到一个什么人家呢 也是一个 一介五夫 陆林豪强 谁那么关心 这个姑娘 说你该缠足了 该怎么样了 没有人管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这马皇后呢 她的脚也可能缠了啊 但是缠得不彻底 相比别人来说 她脚大 所以呢 给她起个外号 叫马大脚 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 有些人恨朱元璋啊 画漫画啊 就画 马皇后 画一个中年妇女 怀里抱着一西瓜 然后特别特别突出的画着 叠下一双大脚 这什么意思呢 她有个暗示 怀里抱着西瓜的女人 就是怀西妇人 这马皇后是宿州人呢 她跟朱元璋是大同乡 都是属于怀西地区的 怀西的这么一个妇人 好大脚 一双大脚 那不是就在丑化 这马皇后吗 这肯定是朱元璋 政敌干的事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马皇后的画像 大家看看 那个画像 这个人并不漂亮 画像上画的都不漂亮 可以想象 她绝对不是一个美女 因为那个时候给皇后画像 她得美化她 尽量把她画得好 马皇后画好看了 还是那种样子 不是美女 可是 就是这么一个 不是很漂亮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嫁给了朱元璋以后 夫妻两个人 在一生中相依相伴 她有了不起的过人之处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你是女人 你有再大的本事 天大的本事 也要靠丈夫 你得靠丈夫 女人是不能出头露面 什么都去管的 所以呢 朱元璋刚刚跟马皇后 结婚了以后 马皇后 就要支持朱元璋 做出她的事业了 可是在她支持朱元璋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说 马皇后 她才起座 大家知道郭子星多疑啊 你朱元璋干得不好 那不行 你干得太好 也不行 为什么 你干得太好了 你这不是都是你的 将来 你要再跟 万一跟别人一联手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有的说 郭子星 又怀疑她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马皇后起作用 马皇后 毕竟是郭子星家的人 洋女 那也是个女儿啊 她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份 来协调她们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马皇后 她特别特别聪明 她知道这个郭子星 她最宠爱的是谁 专门去讨好的 对吧 有点东西送给她 跟她平时拉近乎 让她在枕头边上 跟郭子星说话 那说出来话来 不就好使了吗 所以就通过这样 那样的办法 最后 缓解了 朱元璋和郭子星之间的关系 她还救过朱元璋的命啊 大家知道 朱元璋被郭子星怀疑了 给抓起来了 关着不让出来 也不给饭吃 饭都没得吃 马皇后一看 这事危机了 自己赶快烙点烙饼啊 揣到怀里边 给朱元璋送去 送到那儿 朱元璋吃上烙饼了 可她没想 那烙饼是热的啊 那马皇后 把她揣到怀里 这个胸口的肉都烫烂了 所以她救过朱元璋的命 可是后来啊 人们就把她演绎成 很多其他的故事 比如后来人们就说 说当时朱元璋打仗的时候 又累又饿 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眼看叫不行了 就说马皇后出来了 背上朱元璋就跑啊 冲出重围 为什么马皇后能做到这点呢 她大脚啊 你要小脚你能跑吗 是吧 所以这样的传说故事都出来了 但是你不管你怎么传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 马皇后 她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间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登基之后的朱元璋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杰法妻子马皇后的呢 面对丈夫的真情告白 马皇后又展现出了怎样的国母风度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公元1352年 朱元璋与马氏结婚 从此夫妻二人患难与共 齐心合力 经过16年的打拼 最终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马氏也就成为了开国皇后 那么已经荣登久武之尊的朱元璋究竟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杰法妻子的呢 朱元璋登基时在群臣面前的一番肺腑之眼 让人感受到了他的铁汉柔情 更看出了马皇后在他生命中的贤金分量 朱元璋也承认 他说这个马皇后啊 那可是我的贤内助啊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 朱元璋呢 登基的时候啊 跟这个功臣们啊 宴请功臣他就说了 他说 西汉光武 劳冯义约 那个时候 在这个 吴楼亭 没东西吃的时候的那个豆粥 在胡托河旁边吃的那些卖饭 那些东西我永远记得 咱们君臣将来要始终保全 这是汉光武帝啊 跟他的功臣们讲的 朱元璋接着说了 他说 朕念皇后起不一 同甘苦 常从政在君 这些功臣们啊 关键的时候给你提供了这样的吃的 大家共度艰辛 我告诉你们 对我来说 是我老爸 皇后 他起自不一 跟我一起在军中 自己忍着饥饿 要让我能吃上饱饭 在怀里边放着干粮啊 给我吃啊 我就把他 就把这件事情 就比作 豆粥卖饭 这些困难 困苦 当年共度的艰辛 我是不会忘的 然后他就说 接着说 他说 西唐太宗 长孙皇后 他讲到了唐太宗的皇后了 当尹太子够戏之际啊 内能尽孝 秦成诸妃 萧氏前 才朕述为郭氏所宜 他也自己 被这个 郭子兴怀疑啊 朕尽情不息 将士 贤以服用为宪 后 先宪郭氏 未月其意 急于威震 后者为泥凤 足免于患 但又难于 长孙皇后者 像朱元长他说 他先讲了一个 当年大家没饭吃 吃苦的事 那是皇后 他揣着粮食 他自己忍饥挨饿 给我饭吃 下面他又讲了一个 他说 长孙皇后 当时唐太宗被怀疑的时候 他能够协调这种关系 那算什么呀 我当初就被郭子欣怀疑啊 如果不是 马皇后 他在这里边 帮助我 我能有今天吗 他怎么帮助我呢 那个时候 那些将士们啊 得到了战利品啊 都把战利品 给郭子欣 讨好他 朱元璋是把那些战利品 都给了将士 他给了下面 他没东西给 没东西给 郭子欣能满意吗 马皇后给 马皇后把自己的东西 都给郭子欣 讨他的好 等到 郭子欣 要危机到了 朱元璋的时候 马皇后 遮为 迷风 给他协调啊 不让他出事啊 所以 朱元璋说起这些事情来 他非常感慨 而且呢 他说到 那这些 这都历史已经过去了 如今当了皇帝了 皇后了 日子过得好了 下面他又讲了一件事 他说啊 你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不是 真的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今天 上次 你 炉 上次 所以朱元璋说 他比长孙皇后要难多了 他做的这些谁都比不了 他叹口气说 家之良妻 有国之良相 妻人放肆 家里有个好媳妇 就跟国家有一个好丞相一样 就这么重要 怎么能忘了 这是朱元璋对马皇后的评价 这个评价到头了吧 跟历史上的那些事情比 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讲了汉光古的故事 讲了唐太宗的故事 又讲了自己富贵以后 为穿个衣服发脾气的事 都是马皇后的提醒 帮助他的 这样的媳妇 这样的家人 对朱元璋来说太重要 可是朱元璋讲了这番话 马皇后说什么呢 马皇后说 你可不要这么说 我哪比得了 人家什么 长孙皇后 比不了 但是有一条 希望皇上记住 你不是说 什么乌楼庭 窦州 胡托河 卖饭吗 我希望 你要记住这些事 夫妻 相保荣誉 君臣相始终 难 大家想想 有谁比马皇后更了解 朱元璋 这个时候 马皇后就已经说出这种话来了 就是告诉你 你对我好 我都心领了 可是咱们是夫妻 咱们夫妻在一起 是容易维持下去的 你跟你的那些功臣 要相适中 那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看 所以马皇后这个人 什么叫有质见 他看问题 看得很尖锐 很清楚 我觉得 他还有 让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地方 我们敬佩他什么呢 大家想想 马皇后 在当时 举目无亲 对吧 他是郭子清的养女 郭子清死了 郭子清的家人 后来纷纷的战死 他自己的生父 马公早就不在了 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只有朱元璋 他丈夫 可是就是这样的人 他当了皇后以后 这么高的地位了 朱元璋说 你的家乡 一定有你的亲人 有没有啊 真有啊 现在宿州 就有马皇后的亲人 后裔还在呢 说一定有你的亲人呢 应该赶快派人 把你的亲人找来 封官呐 旧爷嘛 国旧爷啊 马皇后拒绝了 他说 一个国家要想好 我看了很多历史书 史书上说的 就是不能够有外戚干政 所以不要去找他们 他们也没有为国家的建设 做任何贡献 如今国家建立起来的 他凭什么要找他们呢 我觉得我这一个人挺好的 大家想想 谁能做到啊 谁富贵了不想 哎呦 那我家人呢 我父亲早就不在了 我还有亲人呢 我一个人在这举目无亲的 有点亲人 跟我互相帮衬 那当然就不一样啊 马皇后他不这么想 他也不这么做 所以他就是低调的做人 他就是要 为天下 是表 我要给大家做出个样子来 马皇后 马皇后不仅仅是 朱元璋的后勤宝杖 在朱元璋征战江城时 马皇后也表现出了 他经国不让须眉的一面 朱元璋夺取天下之后 马皇后以特殊的身份 继续辅佐丈夫的事业 读明史的人都知道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 最爱杀人的皇帝之一 那么当丈夫脾气暴躁 想要杀人的时候 马皇后又是如何巧妙应对的呢 当初朱元璋打下河州 他从河州求继续发展 他就渡江去占太平 他把太平拿下来以后 以太平为基础 后来才去打下的南京 这是他的一条发展路线 可是他渡了江 到了太平以后 大家知道吧 将士们抢了好多 好东西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到了江南呢 附属之地了 可把江南这好东西拿到手了 咱们背着这些东西回家吧 过好日子 到了江边一看 一条船都没有了 说坏了 坏人来了 把咱们的船都给偷走了 朱元璋说没有坏人 是我把船放走了 都给砍断了 让船飘走了 我们没有退路 只有打下南京 那个时候不叫南京啊 叫吉庆啊 打下吉庆 我们才能够有生路 不是到此为止了 后来这个军队就继续向前发展 可是问题在 你在这打仗发展的时候 家属全都在河州呢 船也没有了 没人去接呀 一个指令 要让所有的将士的家属到太平来 怎么来 谁带着大家来 马皇后 马皇后组织全体将士的家属杜江啊 从河州到太平 那不是一个家庭妇女能干的吧 了不起吧 她能够指挥千军万马 为什么说她能指挥千军万马呢 大家知道朱元璋在应天府 打下吉庆了 赶应天府了 做根据地在这 没有多少年 她的一个大对头 陈友亮来打她 发生了龙江之役 最后依仗 大获全胜 说的都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可是大家不知道 在这场战役的背后 一个女性 马皇后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一个事情 给将士们做军衣军邪 后勤保障 另外一件事情 把自己所有的金银珠宝戏软 全部拿出来 犒赏将士 什么都不要了 决定生死的时候 大家看看这个女人 这是什么样的度量 所以我们说马皇后 她是了不起的女人 她不是一个 就是照顾好朱元璋 给她做好后勤保障 不是那么简单 史书中说 朱元璋这个人当了皇帝以后 脾气很大 他不是有个皮带吗 上朝的时候 这皮带端着 没事 她要是把这皮带往下一按 坏了 今天要发火 要杀人了 所以她在上朝的时候 递前殿爵士 获震怒 发怒了 马皇后干什么呢 后四弟还公 这随时微贱 知道了 听人说了 今天皇上又发火了 不动声色 等他回来 到了后部 随时微贱 又不是专门的 来我给你谈谈话 不是这样 很自然的 劝解他 必虽姓言 然为缓刑路者 虽然很严厉发火 要杀人 就为此 就因为马皇后的劝解 少杀了很多人 例子很多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当年 河州的守将 有人传说 说这个河州守将的儿子不孝 拿着个长矛 追着父亲的 要赐父亲 朱元璋一听火了 这还行啊 把他抓了 杀了 马皇后说 不要 第一 河州是重要的一个城市 这么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杀了他 你不是等于自己 把这个地方交给敌人了吗 再者说了 战争这么混乱 你怎么能得到 这么准确形象的消息 你得派人去调查 查清楚再说吧 一查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乱传的 结果 河州守将的儿子也保下来了 河州也保下来了 那再有一个 他的外甥李文忠 这个孩子不听话 脾气大 经常惹事 打仗非常勇敢 立了不少战功 朱元璋好几次 想要 怪罪这个李文忠 都被马皇后劝见了 最后呢 李文忠后来是 封王啊 追封为王啊 因为他是 毕竟是朱元璋的 亲人的 而且在守很多的这个 这个重镇的地 时候都立了大功 你是马皇后说的 最有名的 就是他救宋连 大家知道宋连 因为他 宋连的孙子 宋慎 牵扯到了 胡佣案里边去了 当时 不仅宋慎要掉脑袋 他掉脑袋 家人也要受牵连 被朱连啊 当时 宋连也被朱连了 要被杀通 宋连就是功臣的 旧臣的 大家都劝阻 不管用 马皇后劝阻 不管用 朱连章 铁了心了 就要杀掉他 等到吃饭的时候 马皇后 基本不吃饭 只吃两样素菜 朱连章一看 这身体不好 你有什么事啊 马皇后说 什么事都没有 你不用管我 我替宋先生建福 他不是明天要走路了吗 我今天要把斋 朱连章听了以后 半天没说话 第二天传令 说免去宋连的死罪 发配茂州 当然后来宋连 在发配茂州的途中 得病死了 但是毕竟没有被杀呀 这是非常有名的 一件事 这样的故事啊 太多了 讲都讲不完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明初的后宫 由马皇后主持政务 朱连章一生子嗣众多 而马皇后却不曾生育 那么她该如何处理 皇子们之间的关系 系列节目 明太露朱连章之 恭维逆师 俗话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朱远章 朱远章能打下天下建立明朝 无疑有马皇后的一半功劳 然而 鉴于历朝历代 后妃甘政的教训 朱远章在登基的第一年 她就组织编修了女戒一书 作为教育宫中女子的读本 由此也严格立下了 后妃之准母仪天下 不得专政的规矩 那么马皇后是如何在不甘政的背景下 做到母仪天下的呢 按照道理讲 马皇后她是一国之母 那么一国之母在父系社会 像马皇后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又有这么高的地位 可是你就不能管理国家事情 对吧 因为她是父权社会 所以马皇后不能够顾问国家事情 朱远章就讲 国家的大事 绝对不能够让后宫来干预 不许干预的 有一次马皇后就问朱远章 她说如今天下太平吗 老百姓过得安生吗 朱远章说你问这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了 你不要干预国家的管理的事情吗 说了你怎么还要管呢 这不是你管的事 别问了 马皇后一点都不生气 她跟朱远章说 说你作为皇帝啊 就好像一个国家的父亲 我作为皇后呢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母亲 如果你是父亲 我是母亲 那天下百姓就是我们的子民 你说 这孩子们过得好不好 当娘的可不可以问呢 朱远章半天说不出话了 那说的太有道理了 他是不去干预你的政事 但是 他可以过问呢 朱远章说 那好吧 那他过得还可以 说平时过得可以 闹灾荒呢 说闹灾荒的时候 国家给他们证据啊 你看朱远章 他管理国家 不得了啊 懂农民 管农村 那马皇后 也是贫苦 家庭出身 人家也懂农村 也懂农民 马皇后说 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你平时 一点准备都没有 等他闹了 灾荒了 你国家再给他粮食吃 那不如平时 有粮食 都是存起一点来啊 大家看看 这是一家主妇的思想吧 做家庭主妇 你就得管家 你管家 你就得把平时的节余 留下了 准备度过困难时期啊 就是因为马皇后的建议 所以明朝形成了一个制度 预备仓制度 什么叫预备仓啊 就是好年轻的时候 把粮食存在仓库里面 预备着 等到灾荒的时候 拿出来给大家吃 这个皇后 她是不管国家 那不是跟管国家一样吗 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都是她做的 所以老百姓也好 史书也好 大家都承认 这样四个字 马皇后 她做到了 母仪天下 她像一个母亲一样 做出了一个典范 让天下人去学习她 明朝啊 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时期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男人 女人 都是有等级的 男人是官级 女人呢 如果丈夫是官 那你就是命妇 大家讲告命夫人 是吧 不过 不过我们经常说夫人夫人 这个夫人是一种尊称 咱们说 您夫人怎么样 您夫人怎么样 这是个尊称 因为呀 只有一品和二品的官员的正妻 才能叫夫人 如果不是一品二品的官员的正妻 到了三品 就不能叫夫人 叫书人 到了四品叫公人 五品官的正妻叫宜人 六品官的正妻叫安人 七品最低一品叫儒人 再往下没有了 一定要有品级的官员的正妻 大老婆 那才有这种 就是命妇 这叫这样的称呼 所以咱们现在有的时候 有的人不懂 他说我夫人 那就不对了 不能自吹 是吧 怎么叫我夫人 我们叫您夫人 这已经是尊称了 因为呢 他不见得是夫人 夫人是最高的位置 就跟叫太监 太监是最高的 这个内官的这个级别 我们叫他 这是一样的 所以呢 当时 朱元璋你不是接见 你不是管理外边的那些官员吗 那马皇后 他就接见 经常接见和管理命妇 这可起作用了 大家想想 所有的官员的这个老婆 那马皇后 都掌控了他们 经常给他们 做饲养工作 接见他们 教育他们 那这些人 把马皇后的这个教诲 带回去 是吧 那做自己的老公的工作 你想 这个家庭 就要让这个锦夫妇知道 这不就越来越能落实了吗 所以马皇后 他虽然不管天下朝廷的事情 但是他在后面 起的作用 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啊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想法 对不对啊 我觉得 这马皇后 真是委屈了 像他这么大的本事 他就管理管理后宫的事 驱才了 女中豪杰 不过这个女中豪杰 跟我们历史上 见到那些什么干政啊 垂帘听政 当女皇的都不一样 他低调子 甘心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通过努力 为国家 做了很多大事 每一年啊 到了春天 皇帝 要到仙农潭去啊 做百事的耕地 耕两下地 叫什么呢 叫耕吉田 那个时候呢 耕吉田就是代表 大家你看 皇上都耕田嘛 大家都得好好耕好地 那皇后干什么呢 采桑叶 仙残 到仙残谈 采桑叶养残 男耕女支 代表了整个的 中国的这种农村的家庭 我们就是这种 男耕女支的 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国家 所以他要做这方面的表率 碰着 天汉不下雨 那怎么办 求雨 皇帝要求雨 皇后也得求雨 带上那些所有的妃嫔们 大家这几天都得吃斋了 然后皇后亲自去做斋饭 大家都吃斋饭 住到那个求雨的地方去 有一次 马皇后带着大家去了 等到把这些仪式都三天做完了 那一回去倾吞大雨 从天而降 朱元璋高兴 说你看 真是管用 这就叫母仪天下 这就是给天下树立了一个 当皇后的楷模 怎么去当皇后 不过呢 对马皇后来说 我觉得管天下的事 比管后宫的事还容易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 马皇后她见过世面 她是跟着朱元璋 一刀一枪的 把天下打下来的 这个仗怎么打 人怎么处理 怎么做事 她清楚 可是她没管过后宫 她管后宫的那些知识 都是从史书上看来的 她没有实际经历 她哪知道这个后宫是个什么样子 这后宫这么多的妃嫔 然后这么多的太监宫女 什么样的 人都有 怎么把这个后宫管好 还对马皇后来说 这还真是个难题 她怎么管的呢 咱们下一回 最后的患ôn 最后的患 Our dass common 마� Infinity 簡第一 我们can animal 这爸爸 所以我们 am 性能 是不是 来 感谢观看